绝顺局被疯狂追分 刘远竹加仗中国主力梁静坤 这次的远远竹能否成功复仇 不料决胜局出现戏剧性一幕 这次正在举行的多号出现挑战赛 难党的四分级决赛 远远竹的线路风抖的很准 空了一个半竹台 远远竹只能去擒来一棒 还是长球 想牵上棒 连续的两把防守强压 不给远远竹拉手的机会 在南进口很高阶段的进口下 远远竹的速度无优势 有些发挥不出来 带有勤势性的防御 再发出了变化 黄柱的远远竹 再打两边的调动 第二局的梁静坤越打越顺 红出了一个足比仪 对于这场对决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 发出上的变化 对方有些犹豫了 远远竹迅速上步抢攻 角色局上的远远竹 无比的尝试开局 非常明确的线路无意识 强行的侧身挂了一板高调 强压了一板防守 速度很快 能远竹7比3的领先 这样的切上榜 就是能远竹的优势 远竹的回球 有些过往 节奏和落点 发生了变化 绝顺局的10比8 拿到两个赛点 不料接下来发生了虚极性的一幕 能远竹捆吸引的差别 没有办法 关键粉的两个吸引差别 有点虚极性了 温暴时